我从清风看守所出来以后我告诉过你 我告诉所有人 我说我这一辈子走出门那一刻起 我干什么坏事我都不会有心理压力 我想什么服务也不会有压力 因为我经历了那几十个人的生死 和那里边那真是地狱呀 人家蹲监狱哪有死人的事 我这进去了 就在看守所看了六十几个人给枪毙 我亲身经历过 我也亲自见过打枪的人 顶头人头棒 啪一下子枪被响 拉过来枪 看啪枪响了 把他吓一大跳 再拉开枪 罵的人踹下去打下去说 你能想象那个枪是什么感觉吗 就像那个我们隔壁的女号是不是 夸扔个月经的一个棉花扔过来 大家抢子闻去 谁想的活着出来过 打饭的时候两个咸菜 那个咸窝窝头夸扔进来 号长先吃啊 都是发霉的 还有在乎有没有霉吗 吃那棉花洗干净 放在那里弄点这个方便面的料 那都觉得是七哥当号长 才能吃 我下边是二号长 法院院长 检察长才能轮到吃 我们是这么过来的 所以我们谈忌恶 谈粮食 谈人生 跟你们这人经历不一样 七哥在里边得几个 后面那个大窟窿 谁是就要命啊 我身上长几个那大紫包 那个包大了 就像一个瓶子一样 你又不敢睡 就趴着鞋子睡 都不知道为啥 最后就是大概一两个月 我还戴着手铐脚铛呢 那时候啊 那个炮最后我这可挤了 一挤那血啊 那你看我后面的一个大坑 全都是血 后来到里边进来一个董医的说 你这个地方绝对是 打你的时候 他们这所有东西都放了脏东西了 后来我因为身上被他们拿螺丝刀 转了好多眼 你知道吗 后来我想 我说有个王八蛋 确实拿着一个螺丝刀 转我的时候 我当时也腾晕过去了 他说这小子绝对在 拿螺丝刀之前 转你的时候 转什么脏东西 这都是七哥在身上的